今天因为设计的单元呢 我们访问到的是 Home Hotel 大安的行销经理 Edison Edison 你好 Stephanie 你好 恭喜你们 这是继Home Hotel 信义之后呢 又另一个文创饭店的据点 所以是不是请Edison 来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这家店的特色 首先这次Home Hotel 大安 主要是我们在一个 非常方便的地方 就是东区商圈 所以跟信义 也有非常大的 不同的一个区域的感觉 那当然这次在设计上 我们也做了一个 跟信义有很大的区别 信义强调比较是像家一样 温暖的感觉 是 当然这边我们本持的这个精神 我们再加入一些 原住民的元素 所以会比较有一点野性 比较粗犷 不拘小节的精神 那在设计上很多东西 我们就选用了 比较符合他们的 精神的感觉的东西 有很多他们的东西去发想 例如我们在大厅的部分 有营造一个星空的感觉 所以你们可以好像 假设自己在星空之中 漫步在原野的感觉 然后到了我们的 Reception的部分 你也会看到 好像原住民的家 原住民的客厅 有他们的屋顶 用他们的概念设计的家具 餐厅的部分 我们这次也有强调 比较像茶的部分 这次主要就是将茶入菜 所以你可以吃到 譬如说用金萱茶做的炖饭 用乌龙茶做的汤 用铁观音做的面 等等之类的 像Aston刚介绍到 餐饮的部分 其实你们一家 Fankler的餐厅 其实包含了五种Fantasy 对啊 其实可以满足各种需求 就包含我们从早上有早餐 然后我们到了中午 你可以吃我们的特色的餐点 那下午我们还有个泡茶的部分 所以就是强调泡茶这件事情 也是我们另一个特色 然后晚上的是我们强调茶配餐 因为很流行红酒配红肉 我们这次可能强调的是红酒 不定的一定要用红酒 可以用红茶来代替 然后最后晚上我们当然还有就是 浪酒的部分 所以如果想喝一点用茶的特调的调酒 所以也可以来试试看 Hone Hotel呢其实最主要呢 我们都知道它一直是强调 MIT文化的在地的精神 是不是也可以请Aston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饭店一直以来就是希望成为一个平台 可以把台湾好东西介绍给国际语客 所以这次我们一样选用了大量的 MIT的品牌还有产品 符合更多这边的精神 就是我所谓的原住民文化的部分 所以我们选用了茶字糖的沐浴乳 那它是因为用苦茶籽有提炼 那这个像早期在原住民在山上的时候 的确是有用这个作为他们洗衣服 或是洗碗食用的东西 那另外我们像家具的部分 我们都是根据原住民的一些精神 去发想来设计 例如我们的书桌 我们是用织布机的概念 我们的茶几跟休闲椅 我们是用萤火团聚的概念 那另外当然像杯子 我们有跟英哥的形望集词 我们灯具有设计的是跟树枝 比较接近的一个概念 所以很像是一个进房间 就会看到一棵树在里面的概念 那另外有火把的灯等等 其实很多的不同的惊喜 可以等到你在客房中去发现 好多小巧思在其中喔 在房型的部分呢 好 那这次总共有137间客房 我们分为六种房型 那这次有一个特色的房型 就是我们有下降浴缸的部分 让你好像在城市中 下降浴缸 对 让你好像在城市中 有一种泡温泉的感觉 然后也有阳台的部分 所以如果喜欢在城市中 可以欣赏我们都市之美的话 其实这间房间是非常有特色的 接下来你们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其实接下来我们希望可以跟 更多的文创品牌 或是文创单位合作 我们希望Home Hotel真的可以成为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舞台 去把台湾之美介绍给 每一位来台湾的国际旅客 谢谢Alison 也谢谢Home Hotel呢 不断的这种强化就是 No Place Like Home的精神 今天非常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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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